开始了 好,我们先开机,然后长按 然后开机之后,连续按三项 进入参数设置页面 P01的话是调节公里跟英里 长按 这个在闪动 闪动之后就可以调节 这是英里,这是公里 然后再次长按,发挥 知道,就跳到P02 P02末是48,就不用调节了 我们跳到P03 P03的话呢,是轮进 轮进的话,我们G2 Pro 是9英寸的 那这里默认就是90 再长按三项 再进去就好 然后P04 P04是此级数,默认是30,我们就不用调节 P05的话是定速训航 我们长按 这里闪动的话,现在是0,是不训航 1是开启定速训航 0是关闭定速训航 然后我们长按,发挥 跳到P06 P06的话是0启动和非0启动 我们长按 现在是0启动 1的话就是非0启动 0的话就是0启动 长按返回到P07 P07的话是限速设置 100是不限速 如果客户往下调 这样的这个频率是限速 调到50 那么就是限速 一半的限速 然后我们返回到P08 P08的话是休眠时间默认是5 5分钟 5分钟不操作车子自动关机 我们就不用设置值,让它5分钟就可以了 PA的话是 就是启动力度 默认是5 我们就默认直接不要调 PB的话呢也是不用调射刹射力度 PC的话呢是清零设置 就是里程清零 0是不清零 如果长按之后 调到1 那就是默认 它自动退出之后 就会把里程清零